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十二新作里越爱一个人 占有欲越强的三大新作 一 狮子座 狮子座在爱情中确实展现出一种天生的威严和骄傲 他们渴望成为伴侣眼中的焦点 享受被爱慕和尊敬的感觉 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和共之欲 希望伴侣能够全身性地投入到这份感情中 狮子座追求的爱情是一场清零的征服 他们渴望在关系中扮演核心角色 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他们希望伴侣能够认同他们的领导地位 并在生活中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赞美 然而 狮子座的这种期望有时会导致他们在关系中变得过于苛求 可能会无意中忽视了伴侣的感受和需求 在健康的恋爱关系中 相互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狮子座男性需要明白 真正的爱情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而不是单方面的屈服或支配 为了维护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 狮子座需要学会尊重伴侣的独立性和个人空间 爱情不是占有 而是在彼此尊重中共同成长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通过沟通和理解 狮子座可以与伴侣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和幸运的健康关系 二 天蝎座 天蝎座在爱情中却是拥有深沉的情感 他们的爱如同冬日火炉般温暖而持久 当天蝎座真正爱上一个人时 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保护和呵护这份感情 展现出极强的保护欲 他们希望成为伴侣的坚强后盾 为对方提供安全感 然而 天蝎座在爱情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占有欲 这并非出于自私 而是因为他们对爱情的高度投入和珍视 他们追求与伴侣之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一旦承诺便会坚守到底 不过 天蝎座有时会表现出控制欲 这实际上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背叛和失去所爱之人的恐惧 因此 他们需要学会信任伴侣 给予对方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成长和发展 在爱情中 天蝎座应致力于建立平等和尊重的关系 真正的爱情应该基于信任 理解和尊重 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和占有 通过培养信任和尊重 天蝎座可以与伴侣共同创造出稳定 健康的爱情关系 三 处女座 处女座在爱情中却是追求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 她们希望通过细致入微的方式来优化两人的生活环境 她们往往有很强的控制欲 希望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源于处女座内心对和谐生活的向往 她们希望伴侣能在生活习惯 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与自己保持一致 以便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空间 然而 真正的爱情并非只有完美无暇的一面 她更需要包容和理解 处女座男性需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 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 爱一个人意味着接纳她的全部 包括她的优点和缺点 为了维护一段健康的关系 处女座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的包容心和理解力 学会欣赏伴侣的真实面貌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 通过相互理解和知识 她们可以与伴侣一起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美好的爱情世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